好 也许各个故事的这个内容还有过程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的起源呢 都是因为这个少女憧憬爱情 在网络上认识不该认识的人 而对于家长来讲也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 毕竟这是一个网络的年代 家长又该怎么做 怎么设防呢 在接下来新闻当中为您介绍有一种超强的软体 它能够记录下浏览过的网页 连使用过的电脑过程呢都可以录影跟记录 让父母亲可以全程监控 网卡里挤满青少年未成年的也一大堆 玩游戏上交友网站 家长担心却又无能为力吗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天使就会马上跳出来 拦截这些有害的网站哦 就像教学影片中一样 其实很多网站守门员的软体 都是专门来防止网络陷阱 会把一些特定的IP或特定的一些关键字 它会做分级或者甚至不让小朋友上网 或者甚至有些网址 我们也可以把它设为黑名单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小时候 让一个小朋友在家 不小心开了这个网址 专家表示这些软体是用防火墙的方式 阻挡特定IP位置 或是锁定关键字 像是交友爱情等等 有关交友网站的字句 甚至有一种超强介護软体 可以记录小孩的聊天内容 甚至桌面全程录影 记录浏览过的网页 也可以过滤关键字 还可以远端遥控上网的时间 专门用来监控小孩 简直滴水不漏 被动式的去防毒 那患难者还是会想一些来突破 帮这种过滤软体 让他还要再多花很多时间去破解 所以你就演变 让小朋友就有时候不方便 就不会进去的 只是虽然金户软体很强 是父母亲的好帮手 但若不从教育做起 只怕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再强的软体 也无法阻止好奇的小朋友 推出新闻猜中讯高猫 柔高兴报道